台股有一个魔咒叫做五穷六绝 但其实在频频创性高的情况之下 有些人一万七的时候想要 我先看清一下股票好了 结果股票一直涨一涨 我再忍不住又出手 五月来了 要不要怕 那么我们不能以过去的经验认为说 以后会怎样 故意故意拜託 跟你说台股 我去年还是三年前跟你说 我预言2021年台股会上 会上一万七千点 你在拔补哪有可能 不可能的事情 你别说一万两千点 你说一万七千点 你说我给你收拾 不可能嘛 不可能的事情 每天都发生就对了 有的人贪得很高兴 有的人对不对 很这个等于说 他伤心难过 可是问题来了 他现在已经到了 一万七千七百零九点二三点 因为每天都在创新高 大家都在等 等什么 等他崩盘 等他掉下来的时候 看看有没有机会去买嘛 可是他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 而且他的成交量 我跟你说 在台股这一波 从上个月到现在这一波 冲一试 那个锐不可挡枪 冲上去的过程当中 其实真正的赢家 只有一个人 政府 没错 为什么 每天 每天是五六千亿啊 各位 他用抽到好 他给你抽千分之一 有没有 他一个月抽你两百几亿啊 还有证券公司 没有错 大家要削班了 大家一定削班了嘛 因为每天成交量这么多 他跟本家的贵费 贪息了嘛 对吧 他们是唯一的赢家 那到底会怎样 会不会真的是五穷六绝 以前讲得更可闻 五穷六绝七上吊了 到底会不会这样 我不知道 不过我们会不会 到底会不会这样不知道 但是美国股市显然比较危险一点 美国股市现在呢 那么发生一个现场 一斤斤就冲起来对吧 然后现在开始 你可以发现每天 每天呈现一个 那么在下跌的一个盘势 而且呢 事实上美国 已经有很多的 这个相关的专家呢 不看好今年 更不看好明年 他认为美国的股市冲太高了 那么冲太快了以后 利多出境 利多出境就是没好消息了 那就准备帮 然后呢 专家点名说 有可能五月 我们现在已经是五月了嘛 五月了以后 传产面板半导体龙头 是不是能够重新这个洗牌 还是 那么我们讲的这个所谓的 相关的这个 等于说啊 他的传产里面的一些股票啊 过去比较忽略的一些股票 有没有机会变过来嘛 不要以为说很有钱的人 然后买股票呢 他就一直云娘的地方 过去 那么台湾事实上呢 1988年曾经崩盘 台股因为争正所税嘛 那时候财政部长郭婉荣 争正所税连跌19天 我在节目上说过 我的中刚 那个时候连涨17天 又连跌18天嘛 那时候台股崩盘 连跌19天啊 那时候其实 曾经找来了四大天王啊 要合力 合力来救股票 那当年的四大天王 很有名的老雷 那个雷伯龙 包括威京小省 包括龙安秋 包括尤怀银 四大天王 人出手 人出手 不要小看了 为什么 其中最让人家 这个觉得感动的是雷伯龙 为什么 他叫多头总司令 他有强烈的爱国心 以及军人出身 所以每当元旦前夕 每当国庆日前夕 台股不能黑 台股不能绿 你知道台股一定要红 你知道吗 一定要脏 所以他就下去丢丢丢丢丢 里面在挖就对了 所以他是很特殊的一个人物 不过后来也因为一次 也因为一次这个等于说 那么他的重要的这个金主呢 华龙的这个翁大银 突然间卷入华龙暗料呢 突然间周转不灵以后 那么创下当时台股这个 违约交割92亿啊 那么再加上 现在就融资去买股票 有的人都感觉我一定要够贪贯 所以我的融资就钱去买股票 你都没想到到时候台股 崩堤的时候你就要挡头了 好我们来看 献哥这个研究财经专家 这个财经这么久 这个股市的动向 你大概这二十几年 都在你的掌握之中啊 真的今年很特别 但是会有五月魔咒吗 理论上来讲是有啦 但是大家不相信 因为目前来讲 大家还沉醉在一个 欢乐的部分之中 所以大家都不相信说 时间12点到 那个灰姑娘她会现出原型 但是依过去的一个经验来讲 你不管怎么涨 都不可能涨上天 那这一次从去年到现在 已经年涨13个月 年涨13个月只是涨到最高 已经17709 那我认为五月呢 五穷六决七上吊 目前来讲已经慢慢出现了 那慢慢出现呢 不是在台湾 台湾是因为大家太热了 今年的小白太多 那你不管是周的KD 以及月的KD 都已经在接近95 会呈现高档顿化 我认为下个礼拜 应该还是在一个小区间的震荡 个别股表现的空间 因为还有很多的股票 还没有公布财报 我们等一下再讲 我们先来看美国 到时候我就开始跌了 所以我们常常 为什么要讲美国 因为美国的一贫一笑 它会牵动到台湾股市的心跳 所以我现在比较担心的不是台湾 台湾没有问题 担心的是如果美国那边 开始做修正的话 它一定会影响到 在台湾的外资 它会搬失回潮 会影响到目前台湾的资金流 以及在整个股市的一个成交量 不可能 每天都六千几亿来怕死 这样就没人要做 要吃头肉啊 大家都来做股票就好了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回到台股呢 到底五月要怎么做 我想传产股现在还是正夯 那传产股目前来讲 都只有涨价效应 你所有的从钢铁 从航运 从造纸 从食品 都是涨价效应 那等一下我们会讲钢铁 所以我们钢铁这个时候就不讲 我们先来看其他的股票 比如说航运 航运五月四五号还没有公布 那杨明他已经公布了 他的二月份单月赚2.32 那2.32如果比他乘以3的话 那他第一季六块钱没问题 那如果说第一季六块钱没问题 本来是认为第二季是OK的 因为第二季还是一个旺季嘛 那第三季才会稍微疏解的 这种所谓的一个运汇高涨的卖压 但是昨天晚上运汇又涨 美东又涨 现在已经不是六千块美金 大贵十十尺的贵 已经到六千四百多块了 为什么会涨 因为印度太严重 那印度这些严重你可以看到 它会影响到全球 那如果印度严重 因为现在所有的国家 对印度航空公司都可以去 印度人都可以去 但是大家惊死的时候 你也不敢出去啊 所以你既然不敢出去 你的所有的东西都要扣海运 因为空运能够坐飞机 也没几行 高科技也有台积电的东西 哪有要坐飞机呢 一般来说都没有坐飞机呢 如果航运可以旺到第三季的话 我认为一间公司 我给你说 费明我公司第一季贪七块 假设我贪七块 那你会认为我今年要尊重 把钱扣开也21块 7块乘以3就21块 21块现在高楼780元 哪有贵 所有1700几个白了 最少的 所以他还会涨 这是航运 对不对 那赵子我朋友是北部最大的 费子进口商 但是现在怎么进口 费子在美国买几乎很便宜 问题是 你贵了一家贵我是怎么进去 没错啊 就是纸的本身不是问题 问题是你货柜太贵了 对你根本没办法进来 所以台湾现在就没有纸了 对真的会没纸 不是不会 因为你完全就是整个中断 锻炼了嘛 那现在硕化就是要看石油 石油如果继续在网上的话 硕化就有机会 石油如果在那边停顿的话 硕化可能会休息 所以硕化的选股会比较麻烦 其他的钢铁航运 造纸以目前来看的话 其实都还是蛮夯的 所以你只要手中有第一个 5月10号以前公布 10月零说OK没问题 第一季OK没问题 那你就继续高速低进 那来回操作这样就可以了 不过这个过年前的做法不一样 过年前大概随便乱买都会涨 乱枪打鸟都会打到鸟 现在没有了 然后现在是高点顿化的现象 要选那个底气垢的 对对对 万一真的回档的时候 你也没这么怕 对因为传承古 传承古现在在走老末的第二个春天 老末的第二个春天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是做股票要观察的 五穷六绝或许是一个方向 但是跟美股的联动可能 关系要更加密切一点 再来看看有钱人 有钱人现在年轻 我们现在烦恼的是要报税了嘛 有钱多一点就报多一点税啊 但有一些更有钱的 不在乎报税了 在乎的是财产怎么增产 还有人增产到绑架孩子 对这是我们以前办过的一个案子 虽然大概五月啊 一般人都在想说怎么结税 可是对于有钱人来说 怎么增加遗产啊 不用直接继承这样来的财产 还是最重要的 之前我们有一个案子 它是一个大地主 它的土地多到什么样呢 都到政府的测量区要见戒嘛 他直接跟测量员说 你这到底要见戒什么啦 你从左边看到右边 从后面看到前面 都是我的地 你干嘛要去画 但是这个大地主呢 他后来有一天就突然往生 那我们知道以前的大地主 他通常都有二房三房四房 所以虽然他生前的时候有说 我如果离开的话 七成遗产要给大房 剩下二三四各分一个房份 可是因为他走得太出来 也没有遗嘱 所以后来他的继承人 开始就不对啊 既然没有遗嘱 那我们就是要按照这个法律规定 大家要平均分配啊 那这样大房怎么受得了 怎么可能嘛 七成呢 几十亿几百亿的东西 这样跟你分 所以他们开始吵吵吵 吵到后来发现说 这就是瞧不容了啦 大房的儿子这边 有一天就心生歹念 他说既然我这样讲你都不怕 好我就直接逼你就犯 他就趁这个孙子辈的小朋友呢 要去上课的途中 他直接找了当地的那种小尬头啊 因为他们也没有周详的计划 直接去学校门口把人掳走 因为太异想天开了嘛 他以为这样会吓到他的这个其他兄弟姐妹 结果邻居还有那个那个学校门口的警卫 一看到就直接报警了 所以这个案子从绑走到发现说 这个歹徒行凶 那个人质藏在哪里 情况没有超过半天时间啊 警察甚至是还没抓到凶手 先从其他告统那边听到说 原来是这一个家族啊 为了增产大房去买凶 他去找人来绑架 所以是先到这个委托人的家中 跟他讲说 现在被我查到你要怎么办 所以这个掳人恶属事件 那时候我们看到的 一开始以为地方警察以为是黑道纠纷 不能怎么会有这种直接掳人 光天化就像掳人这个行为 发现是家族增产之后 二房也不留情啊 直接告到警察局 检方也不可能轻判啊 最后这个大房为了增产啊 他们大房的三兄弟 每个人都判了十年以上有情徒刑 最重要的是啊 他的继承啊 也不如他自己想象的拿到那个七成 实在是非常的这个得不长失